这些个新闻总是有,一会儿纪念这个了,一会儿纪念那个了 让我看起来恍惚都分不清是个老文才是个新闻 那这个是个新闻了,澎湃报道的 说这个纪念诸葛亮 这个是河南南洋举办纪念诸葛亮先世1790周年座台会 三地专家出席 河南南洋举办了一场名为纪念诸葛亮先世1790周年的座台会 谁参加了呢 山东亦南县诸葛亮研究会 陕西缅县 三国文化管委会 陕西缅县三国文化研究院 武侯墓 武侯慈 南洋市市科连 南洋市文物保护研究院 南洋市博物院 南洋市诸葛亮研究会 南洋武侯慈博物馆 专家学者 说诸葛亮啊 圣平啊 秦政卫民 连结奉公 全体嘉宾还对南洋沃龙港 诸葛草炉 武侯慈 武侯诸葛遗迹 实地考察 纷纷纷对南洋诸葛文化的 弘扬传承 文物古迹保护力 给高度的评价 主办是谁呢 南洋市社科连 南洋文物保护研究院 南洋诸葛亮研究会主办 南洋沃龙港文化 公务员协办 那么 2022年12月11日呢 重庆市三国俄化研究会 那次是研究 刘备托估1800周年 研究那个问题 那个就报道过 有意思 刘备托估1800年 公开资料显示 诸葛亮181年到234年 这次活了多少岁啊 这是 五 53岁 资孔明 浩沃龙 上过时期 蜀汉 丞相 等等吧 这些个 剩下的事儿 大家也都了解了 大家说 好好的 闷头就研究吧 非得要上新闻 这回好了 铺天盖地的这个评论 群雄 愚情 愚弱 这人怎么弄吧 浪费资源 赚了不少钱 真是奇葩 什么事儿都有 他是想研究 就研究什么 他们弄这个意义何在 钱没地方花了 捐给穷人行不行 闲得没事 少事的做样子 把这些个机构全部都取消 是最好了 搞笑